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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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设定一个衔接一片冷山的山树林 自民都是山 药师谱就在这个山顶 通过高的台阶 显着药师谱犯行为 平分四季对应了小说棉给我们的设计 霞灵园学姐自己的住所 比较偏温暖的 董事馆开门就是欲望我们自己的血缘 在开拍之前 我一直对药师谱有无事的遐想 实际上的药师谱 我感觉多了一些烟火气 每次拍摄的时候 其实鲁子里面都会有煎药的这种感觉 从大地色土色去做妆点 梅花树 不染白房间的对面 很大的空间 要得突出成白色的那些花 你像一般画的那个梅花树 横向走得多 所以把那梅花树押来横向地走 主要是为了画面考虑 创造了一个非常温馨美好的国内状态 很符合薛子叶非常出顺点的状态 这次整个演员的造型 用到很多皮草、斗篷贴合着血的概念 以及就是比较厚实的造型 它在谷底以纸色为主 每一套衣服都是通过不同的纸色去搭配一下 有一些是做了渣染 有一些是渐变 薛子叶那个毛斗篷 我们是做了一个白颜色的 后来感觉如果那个纯白 在雪地上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 又重新把它染一个浅颜色的纸 从打板到订装那天 就差不多有两个月了 霍展白就是一个潇洒帅气 非常典型的一个潇洒现象 从以前实际上穿衣的方法去考量 他是一个到处跑的人 所以他有一个半衣 非常帅气 而且少年感觉很重的一个剑客 不染白颜色就主要是白色为主 前期它是白红色 比较朝期朴朴 中期是白蓝色 开始有转变了 末期是一代大侠的 比较有沉的一面就用到了黑白色 水墨画的那种东方审美 很适合我们这个戏 企业学是一个非常唯美又浪漫 但是又充满孤寂孤独和伤感的故事 既有大雪满天的状况 又有对酒共处的事业 每个场景 每样的东西都是好长时间考虑 再到现场再去调 希望观众可以看到 我们是用写意的方式 给大家呈现一个美的感觉 可能这是一个极致的故事 但同时它也带给你温暖 希望力量 希望大家的这份辛苦付出 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企业学的世界